市官长来做带你的我们大家 欢迎香慈 黑色紧身背心搭配迷彩短裤 好一阵子不见的刘香慈 又恢复了火辣身材 而且再度背上了纸心带 纸心带 纸心带的时候我还特别研究 因为我记得是 它是从右肩背到左下方 而且它是青天白日满地红 它也不能带翻 所以还特别再研究一下 重温旧梦 刘香慈之前因为军教片 是演示官长而爆红 不过成名后它没有被金钱迷失 反而小小年纪就靠着 买房子累积财富 我们在台中的房子 其实就是我们三个小孩 一起来帮忙 那其实我妈妈也是 某种程度是逼我们 要好好的存钱 在湖岸边 在公园湖岸边 然后附近的机能 就是是社交文教区 那其实那个房子从买到现在 听妈妈说啦就是有账 一年半前 他顺利买下台中八旗 重划区的豪宅 总价2000万 正式晋升又可以足 因为其实都一直是 就是租乌牛这样子 那会很希望能够在台北 买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 为了买到好房子 刘香慈透露 还曾经跟姚元浩讨教 买房之道 希望最后能在台北市大安区 买到理想豪宅 在列雪林苏梅地下台不到